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MyRadio由2007年创办到现在 今年是第十二个年头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MyRadio这个平台 代表香港大多数人去发声 鞭探权贵 批判共产党 大家看到 这十几年来 香港的政治日趋敗坏 共产党对香港又加强干预 泛民主派独裁无胆 民主无量 进退失据 香港的言论自由也进一步收紧 我们一息尚存 都要继续奋斗 本土民主反共 请大家支持MyRadio 记得交月费 现在已经是月尾了 你交了月费没有? 未交的话 就请到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 挑选你想支持的节目 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节目月费计划 大家好 欢迎收睇 欢迎收睇 今天是2019年4月23日 明天4月24日是占中九子 判刑的日子有结果 我在这里预测 也在这里祝福他们 明天大步难过 不用坐牢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这条线劃罪 基本上没有案例 没有判例 不是 你说我最高刑罚多少 不诚实取用电脑 最高刑罚都五年 很简单 明天的判刑 我自己觉得 会很轻的 这是我的看法 也在这里祝福他们 大步难过 又有光环 又不用坐牢 天下间最美妙 今天不是讲这个题目 今天大家看看我的预告 似乎我对这个逃犯条例 被抓到充满信心 我的说法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看看过去这段时间 很多事态的发展 发觉政府 要将这个逃犯条例 修订草案在立法会闖关 似乎真的不容易 原本 这个所谓的法案 已经在立法会大会中 一读和二读 在恢复二读之前 就要在法案委员会中 就逐条去審议 这些相关的条文 但是在上个星期 第一次开这个法案委员会 要选主席的时候 就摇扬了两个小时 然后也选不了主席 那主持选主席的 涂謹申議員 就是当时 法案委员会委员里面 最资深的 所以按照惯例 就由他去主持 这个法案委员会 选主席 政府主席的这个环节 一选完主席之后 他就要交给那个主席 去主持会议 他就坐上位 就做这个法案委员会的委员 这样的过程就是 那天就摇扬了两个小时 接着郭伟强就被人趕出去 接着郭伟强被人趕出去之后 调气当然不相信 于是就提出 建议不如将这个法案委员会 直奔大会 就是说越过这个法案委员会 他提出这个建议 或者这种想法或者这种主张 是极为无知的 你被人趕出去 趕你出去是否对 你那句话 涂謹申扮垃圾 是否触犯以示规则 涂謹申有没有权 他在主持 选这个法案委员会 政府主席的时候 就执行了 即是行使了 这个委员会主席的 权力来趕你出去 是否合理 有无正当性 这个是可以讨论的 但是你不可以 因为他趕你出去 就不如 免得犯了 将法案直接送上大会 这个是不可能的 连建制派都反对的 包括立法会大会主席 就是梁君彦 是吧 当记者问到他的时候 他自己都觉得 他那个意思是小小小的 这个都不是很适宜的 其他那些 自由党的主席 潘国斌 就直接是说明反对 是吧 即将会做这个法案委员会主席的 所以 如果民建联 或者工联会 这些共产党的外围组织 由共产党直接可以下命令 叫你做事的这两个党 你提出这些主张 只会令到整件事更加复杂 而这个所谓逃犯条例修正案 想如政府所愿 在今年七月这个立法会会期结束之前 即是说这个七月中旬休会 放暑假 之前可以三读通过 你想也不用想 而事实上 按照现在的议程 究竟你法案委员会要开多久 都未知 就要看你泛民主派 或者这些反对派 究竟可以提几多修正案 用什么方法来拉布 在法案委员会那里 一样可以拉布 小弟就有这个经验 这个版权条例 草案委员会 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 只是小弟在这么多委员里面 发言时间最长 发言时间最多 提出修正案最多的 就是小弟 在法案委员会里面 我一个人 你算一下时数 我是拘捕了他 真的很多个星期的 那如果你每一个 就是反对派议员 都可以这样做的话 那他一定不用指望 在这个会期 可以三读通过 这条法例 可以告诉你 所以我始终都是那句 就是希望这些反对派的议员 你真是做下功夫 你在这方面下功夫 不要以为 赶了一个建制派议员出去 大家都拍烂手掌 开心得不得了 以为下个星期二 我现在告诉你 下个星期陶紧身 在主持会议的时候 你法民主派坐在那里 吵也没用的 他也是要选主席的了 他不可以硬来的 是不是 建制派最好不要出声 坐在那里 什么声都不出 那你那些泛民那些人在那里吵 你是不是吵过主席 是不是 所以下个星期 而我估计 就一定选到过政府主席 OK 接着是不是开快车呢 謝偉俊怎么处理呢 这个是一个问题 这个也不重要 会就一定能开成 但是最重要的是 你究竟可以提出多少收听案 你有什么办法拖 现在出现一些契机 就是因为 这个逃犯条例修订案 要在立法会闯关 出现一些变数 这些变数就是包括 究竟是否足够票 政府现在都掌握不了 这是第一 就是真的 未跟这个商界说得好 包括京文联自由党 尤其是自由党 是不是 所以这是其中一个变数 第二个变数就是 在这个所谓建制派 在口中眼中的所谓外国势力 他们也都在做功夫 这个也是大家 稍微细心点留意一下 你会看到的 特别是英国和美国 甚至乎到欧盟 都会就这件事 不只是发声 他们会有所动作 然后他们的理由是冠冕堂皇的 就是会影响 那个营商环境 这个就是和建制派的忧虑 就是不谋而合 是吧 再另外一个迹象 我看到的就是 你看看林郑月娥这么打得 是吧 就是这个反对派 阻挡着地球转 然后举出 现在有1700亿的工程 在等着撥款 但是现在在前后 撥了百十多亿而已 这样 那就对于 这个立法会的议事 的进步 非常之不满意 对于行政立法 关系的恶化 他自己一点责任都没有 然后就说自己无能为力 没有政治能量去解决 当然这个逃犯条例修订案 反对声音是非常多的 不仅是泛民主派 所以你泛民主派 今次是有个机会 通过这个议会的抗争 去抓到这条恶法 至少在这个会期里面 没有得被他通过 所以我在这里呼吁 泛民的支持者 你多给这二十多位议员 黄毓民说的 你因人废然 没所谓 但是你去思考一下 现在是有个空间 有契机 去抓到这条恶法 如果你不做 只是继续懂得在喊口号 做一些很幼稚的事情 你一样是解决不了问题 而到时这条恶法通过了之后 你一字排开 走出来表示抗议 是民主最黑暗的一天 我们不够票 那都没用 那责任 你都必须要承担 因为现在看到 是有些空子 有些灰色地带 有些缺口 如果你们都不去做 那你就愧对香港人 而你的所谓反对恶法 或者要抓到 所谓的逃犯条例 修正草案 这就只有一个讲字 你又再一次去欺骗香港人